你好,大家好,我的朋友在队 这样,今天谈第二场比赛,就京城的第二场比赛 阿根廷对荷兰 这个话题可能比较多一点 因为为什么呢 阿根廷这场这次队伍啊 南美的技术特点不在华夏 比赛大家拿下马冠军不在华夏 都是对世界杯一种期待 自己的付出和结果要相匹配 那么我们谈一下阿根廷的队伍 阿根廷队伍呢 就是小组赛呢 唯一的就是讨论点就是输给沙特 那当然这种里面是偶然性 你不能把这种偶然性看成是必然性 半然呢,偶然和必然呢,他也有一定内在的联系 那么小组赛收回以后呢 他是一路高歌明镜 我们看到了,他在小组出现以后 他就是以一场胜利者的姿态淘汰了另外一球队 在打进这个巴静斯 巴静斯他能够淘汰荷兰队 他确实也是一种底蕴深厚的表现 那么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我们不妨再看看 就是说 他小组赛出现以后 他的一些过程和一些比赛内容是怎么样的 那么我们看到了阿根廷输一场赢两场小组出现 那么然后呢 他在八分之十六星八的时候再取胜 然后呢,现在是就八进四他也取胜了 那么我们终观他的所有的比赛呢 就是我们看到一些呢 就是说 就是我们不同的理解 就是或对足球的一种 就是说 作为一种学术讨论 谈论这个东西 不是说对于错 这样对于错呢,容易发生争执 我们看到一个什么问题呢 就是阿根廷的足球呢 它是南美的特点 与巴西就是相似 但是与欧洲这种提法呢 确实有点不同的 这种不同的在哪里呢 我们就看了 不妨就解析一下 梅西的作用 应该是显然可以被大家认可的 而且是继续存在的 甚至于是在顶尖的位置上是不能动摇的 你看他一个传接球 他这种传接球 我们朋友在讨论这个细节 我就归纳一位叫做隐蔽性传绝 英文叫做concealed person 那这就是表达了 不一样的 然后我们看到了荷兰队 我们希望在这个比赛 谈这个比赛就是过程 细节当中的 我们一定要谈到荷兰队 荷兰队最近世界杯呢 他打得最好的就是亚军 好像两三次亚军 那74年给当时的希德 然后78年在阿根廷兰 他好像也是前三名前四名 这无所谓了 然后这次又是上一阵 一几年 一八年 一四年 几几年 就是亚军 然后又是这次 就是达进前十 那么我们观察这么多比赛当中 我们发现了 它的特点 就是南美的固有的东西 它是保存得很好 但是在所有的比赛当中 依靠这种年长 比如说梅西 迪玛里亚 或者是其他的一些 就是经验 比如说以前的 有克雷斯波 什么巴提斯图塔 这些就是那一层 一代一代延伸下来 我们看看是不是有一些 也有该学习的 就是作为阿根廷来说 它也应该存在一个学习的一体 今天早上我们刚才讲了 巴西就淘汰了 你巴西就淘汰 你也有一次短板 也就是说年轻球员 看上去给我们感觉体能很好 但是你的经验呢 对吧 这个就是一个讨论话题 今天早上也是通过点球 取胜 那么这种比赛就是说 我们首先看到 阿根廷跟荷兰队打 荷兰队我们认为 这是打得不错的 结果呢 赛后 走教理范加尔就说 阿根廷大部分时间 在浪费时间 这个是跟德国足球和 因为德国跟荷兰足球 血脉相同的 我们在这一点就要谈这个问题 就是 但是周围阿根廷来说 赢得比赛 或者是非法式的 作为一种小组赛的 淘汰赛的机制 是不是合理 就是赢得比赛 就是足球最好吗 我们是从学术界 学术方面来讨论 事实可能跟我们判断是相反的 我们认为 荷兰队 他的替法 是由德国的血脉 德国的血脉 就是在 全空全所的基础上 那么在七十年代 实际上 荷兰队已经创造了 全空全所的足球 也就是七十年队 当时的希德 也就是克鲁尔夫那一匹 克鲁尔夫和内斯肯斯 包括原来 国土教理家 阿里哈恩 还有其他一些球员 那么他的足球理念 在当时是很先进 但是在实施当中 他碰到了问题 那么这个就是 今天我们在延伸到的 要谈的 一零年 一四年的德国队 他们也是一种 创新的足球 也就是说 当时我就讲过 否定了防守反击的提法 这是足球上 我们作为学术讨论 一种观点 我认为是创新的 这种创新就是说 否定了防守反击 那么在这种基础上 德国也好 荷兰也好 不过其他队伍也好 不过克鲁尔蒂亚也好 如果我们能不能做到 像COPPE 复制学习德国这个球队 现在我来看 从几届世界杯 就101年 14年 16 18年 然后22年 大多数队伍是学不到 德国这种快速打法 全攻全球打法 也就是荷兰跟德国 可以说是共同创造的 这种反复打法 今天荷兰队有这种特色 他的阵地场面 利用的相当好 阿根廷的这种 传接球的打法呢 被日本学会了 同样 巴西也有这种特征 传接球打法 现在在国际足球 预论上已经在讨论 就是传接球 是不是要被颠覆了 这个问题啊 就是我认为在足球界 应该存在这个讨论范围 中国足球应该讨论 我们看 当时德国2014年打了以后 七场比赛打了很幸福 没有缺陷 没有体能不值的 你包括现在看 巴西今天早上就淘汰了 他明显体能不值 然后呢 我们就发现 他在比赛当中 前三十分钟 不能拿到进球的话 他后面就难打了 阿根廷同样也存在这个问题 今天阿根廷好像有三十分钟以后进球 那么这些问题呢 就留给我们进行一个思考 我们是不是因为接受 就是说 赢球就是真谛 或者是当然了 世界杯规则 它是说赢球才能出现 你输球就淘汰了 是不是就赢球的队伍 都是先进的队伍 都是创造性打法的队伍 我看这个里面可以留一个空间 实际上我倒发现一个问题是 因为全攻全守打法的要求特别高 在全场范围的攻守 全场范围的逼抢 全场范围的进攻和防守 很多队伍恰恰做不到这一点 那么做不到这一点呢 有些队伍在偶然的情况下 它是能取胜这种全攻全守的 包括德国队 你日本队赢了那个德国队 七十分钟 我们就单场 整场小组在三十分钟 他七十分钟是压着打 对不对 然后二十分钟他赢下来了 这是不是就是技术传控球队 领先于全攻全守打法呢 我看这里面有一个空间 好讨论一下 事实证明我说 就是范加尔说了 阿公廷大部分时间在浪费时间 这个就是指他所谓的传控 这种传控可能对今后踢足球啊 就是说高速的就是运作当中 全攻全守打法是产生 就对抗作用的 那么我的理解是这样的 这种足球呢 是到今天是生命力有限了 只不过是大家没有做到 那个全攻全守的能力 所以不能否认 他的创新是不合理的 这一点我认为大家要搞清楚 这个呢 是在世界先进足球范图里面 谈这个话题 可能我们中国国足 这个还能不到谈这个话题 至于学术界可以讨论 我比如说在假如足球队 足球教育国家的 就是成集训了 一月份集训了 我们就谈这个 我们要替全国全守打法 这个是 牛头不对马载 你这个没有这个能力 也没有这个体能 也没有这个技术 说实话就是这样 对吧 这个问题我们要搞清楚 所以呢 对于现在足球呢 就是对一个 传控球的否认 或者是讨论 对那个全攻全守打法的 一种议论 或者批评都可以 我认为我们在这样方面呢 因为任何运作 就是足球的发展 是要靠理论这位技术来引领的 你如果理论技术没有 你要去谈这种什么 足球发展啊 长远规划 现在是要准备什么 2026年 开玩笑 现在人家是放假的时候 实际上不是什么 不是什么 就是谈这个2020年备战 你现在备战里面 你已经 2006年开始备战 2026年 你也没办法 没有用 这个是你的理论基础 没有引领好 所以大家都在练大家的 练到后来都凑在一起 还不能提球 这个是我不是对 中国足球的批评 我是谈一个现实问题 有些东西我们不能随便批评 因为我们不是生灵吃尽 对他的一些运作 很复杂的东西 我们没法理解 也不想理解 那么我们就谈我们的这个 所以今天呢 就是阿根廷取胜 我认为呢 比较勉强 因为我在以前讲过了 在阿根廷实际上打那个 打加时赛和打那个点球的话 并不占优势 我在昨天的晚上发了一个视频 就是两个视频一起讲 讲了比较时间长一点 大家可能没兴趣 所以发了也不成功 今天阿根廷这种短船胜船大发 梅西的隐蔽性传球啊 这些东西都是他可点可圈的 但是足球90分钟 不单单这些这些 还有很多的就是 就是说 让我们传统表达的高级高达 这也是足球的一部分 你比如说巴西队对那个克罗迪亚队 你高级高达行吗 你不行 克罗迪亚有制约力的能力 那么现在阿根廷 他不打高级高达 他就打短的胜头 那么精彩的东西呢 肯定就比较少一点 我认为 这不是指责谁 也是批评谁 没有 你要打出一场经典的足球 实际上就对攻足球 你这种慢慢通通的传接 就是足球的一部分 但是足球还有更完美的东西 我认为 阿根廷下面是对克罗迪亚 那么克罗迪亚这支队伍 已经刚刚碰过你的巴西了 是不是有可能复制日本 把你世界冠军圈都碰掉了 西班牙败在他手下 德国队也败在他手下 那么巴西队败在克罗迪亚手下 阿根廷是不是会败在手下 我们拭目你的 那么假如说这种胜负呢 只不过是一个 就是一个比赛要求结果的表面现象 是不是再到足球的真谛里面再去看一看 我们认为克罗迪亚挑战阿根廷呢 是比较一次合理的安排 同样可以验证 短船全球球的渗透打法 和克罗迪亚扛 这种短船渗透 巴西就是短船渗透啊 对吧 当然也有长的 阿根廷也有长的 他绝大部分就是说 局限于就是短的 快的 小的 那阿根廷打进去了 梅西一个 就是像肯西尤 就是一个隐蔽性船渗 打得不错 同样巴西队你的内马尔打进去 也是塞在进去里面打进去的 这个就是短塞塞进去的 但是你竞技球 你还有另外一个问题 你的防守 你的巩固成绩呢 你的扩大比分呢 都是一个疑问 所以我们认为呢 阿根廷碰克罗迪亚 将士会议市场很好的 就教科书班的 对足球学术 作为学术讨论范车来说 是一个很好的话题 咱们就要看看 就是说 你短船渗透是足球 但是我认为不是足球全部啊 足球还包括短船渗透 还有高举高打 还有拳攻拳手 那么现代足球 你做得到 做不到 拳攻拳手 这是能力的问题 但是你做不到 往往被传接球 或者短船渗透 取胜了以后 你就否定这种创新打法 我认为这个不是不科学的 那么同样 全攻拳手打法 实际上从七十年就开始了 也就是德国对 当时希德对 克罗迪夫那个荷兰 到今天 我们还没有看到 一个全攻拳手的打法 这个不是足球理念 或者足球的那种 创新的停止 我认为还是大多数人 跟不上这种 全攻拳手打法的节奏 所以呢 又踢回了 全攻打法 至于全攻打法 像任本队这样的踢法 它是有进步 我们不能说它复辟吧 对不对 但是呢 传统踢法有大的市场 我认为 可能今后足球发展 更大的 更美好的未来 更精彩的比赛 赛于全攻拳手 那全攻拳手 不能盲目的 你说我 我现在 你像中国国家 都要替全攻拳手 那你可能要闹笑话了 对吧 这次笑话 不是我负在讽刺 你全攻拳手要技术 不是说全攻拳手 就是把技术球取代的 同样要有技术 那么我期待 这种有技术的球队 特别是日本也好 阿根廷也好 巴西也好 你有技术 要打出全攻拳手的比赛 而不是打70分钟防守 20分钟进攻 这是我对足球的理解部分 好吧 谢谢大家